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政治科学遇上流文化时 会有什么化效果呢 欢迎各位观众收睇 这个由川希流与 是RTV联合主办的节目《世界之窗》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我叫Anthony 今集是第七集 我今天请来的嘉宾 就是我一位来自自由党的朋友 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Dominic李子敬 大家好 我和你先喝杯 非常感谢Dominic 今天白亡抽空 过来帮我录节目 其实我要说一件事 不知道是你幸运还是不幸运 其实如果大家看过 我之前这么多集的节目 其实我集集都有很多村菜给大家吃 因为今天不关你事 真的不关你事 因为安排上有些问题 所以今集才停一停 下集也会有 不好意思 不过依旧 我这个节目都是很casual的 都是有饮有食的 今天就改饮红酒 我吃士多啤梨 更好 健康一点 是的 你任你玩都可以的 你拿电话出来玩转猪 都可以出来 不说这些无聊事 我们先进入主题 一如既往 先去一去片 大家知道我今晚想去玩些什么 古惑仔不用脑 一世都是古惑仔 香港有几十个字头 很多我们的感觉人在这儿困扯 有个方格 土耳术出力 时代不同, 什么都要讲生意 鹿棍有什么移动 对不起列祖、列宗 鹿棍在哪里就丢谁 装叹而弃 都要为自己留下的 爱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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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做黑社會 又要做到將華特斯谷 可以了 剛才看完我的車後 都知道了 我們今天的主題 就是由杜其鋒的電影 去研究一些政治科學理論 開始之前我先講一套電影劇情 話說有個字頭叫和聯姓 我在節目裏面的黑社會 有人說我先試試 叫和聯姓 正如電影對白這樣說 我們出來選辦事 比香港人早上選特首100年 因為這樣說 這個和聯姓是很民主的冷氣 他們的辦事就是每兩年就為一個人去做 這個辦事只是做一次 亦都不可以連任 看起來都頗公平 但是辦事這件事其實都有很多利益 所以有很多人去爭 其實辦事是做甚麼的 你真的想這麼深入研究 這是甚麼權職 就是辦事 還有坐管有甚麼分別 其實辦事就是坐管 字眼上而已 那套戲的字眼叫做辦事 就是追問我那些426新49 那些事是甚麼來的 我節目不講黑社會了 我再說回 他們是公道的 但是當然有這麼多利益的情況之下 結果就已經帶來了很多江湖仇勢 在自己的字頭裏面 其實這套戲的劇情都是非常簡單 正如我剛才那幾句都已經說了 但實際來說 無論是之後的影評 或是杜其鋒導演跟大家說的時候 其實這套戲 他們都有很多政治含異 有很多東西想表達 亦都是我們今晚的節目想說的一件事 就是其實何為民主 投票制度是代表甚麼 亦都是這套電影的中心思想 所以特地找Dominic跟我一起說 其實現在這一刻 就有個問題想問問你 根據電影劇情 其實都是折射了一些社會現況出來 你覺得一個投票制度 是令到人人都有一個希望在 還是會帶來很多的不穩定因素出來 例如好像電影入面那些江湖仇殺 首先我們曾經以前讀書的時候 教政治學的教授有一天 就拿了不同的水果放在桌面 有不同的水果 他就叫大家去選擇 他在選擇的過程之中 除了選擇你最喜歡的 還會選擇你第二喜歡 第三喜歡 第四喜歡 這樣一直排序下去 然後教授就用不同的選舉辦法 譬如一些是單二次單票制 有些是比例代表制 有些是一些選擇的選擇 有些排序 然後計分 第一輪到西走哪些 不同的選舉制度 發覺原來我們所選擇的選擇 根據不同的選舉制度 竟然有不同的結果 就是說選舉制度 對於客觀結果來說 是很重要的 另外回到那部電影 其實你說那部是否是民主 我覺得這部電影也不算 因為你新報 其實這部電影我也是昨晚才開始看 剛剛看完兩集 這部電影裡面 投票的似乎 其實誰有資格投票 他的情況是這樣的 理論上因為字頭裡面 你是老中稱的什麼的 代表你都可以出來選擇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 要割下宿父輩的習慣 透氣都說了給你聽 雖然這班老傢伙就沒有人問 但你怎樣成為宿父輩呢 譬如你已經做過坐管 你就有資格去宿父輩還是怎樣 他的定義是說 最重要是一些人服你 你平時說的大家很尊重 那你宿父輩 甚麼 沒甚麼基準 沒甚麼機制 從來很多東西都是沒甚麼機制的 所以其實那個是否真正的民主 我都有些少少疑問 尤其是一個字頭裡面永遠都是這樣的 其實也設現了我們這個政治社會裡面 為何那個才是甚麼委員會委員 為何那個才是主任 為何那個才做到議員 有時你都說 未必完全是因為他的個人私費關係 可能純粹是因為他有錢點 出來選 這個某程度上都是在說這件事 其實你回到你的問題 就是民主是否會有一種令到人有個希望 認為你自己都可以參選 或者你自己都可以當選 其實我們看回世界環顧 就是世界各地的一些民主制度 譬如美國 你看回每一屆的總統 譬如過往20年的總統候選人 無論當選那位又或者落選那位 其實他們的個人資格是非常之高的 因為他們要在黨裏面經過多重的初選 不單止是這樣 其實要有在初選裏面有任何的機會 你都需要有一個龐大的財政去背後 其實這一類東西其實已經是 你不要認 我們首先不要搞清楚這件事 你不要以為民主就等於 所有人都有機會選 所有人都有機會當選 即使是一個完全民主的制度之下 其實都有很多條件和因素 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當選 講到尾都是要看你手握多少資源 其實這是很基本的 理論上全世界很多地方實際上都是這樣 雖然美國都是這樣 反而我想補充 反而我們覺得最不民主的大陸 才是大家可能最想追求的 因為你看回習近平等等 那些中共最高層 其實他們的出生都是由低造起的 真的慢慢爬上去的 由一些地區的小幹部開始造起的 所以他們的政治性性性性 可能更高過美國或歐美成熟的民主國家 理論上美國更加民主 你看民主的意義其實在於甚麼 就是民主有些人認為意義 就是在於他們認為任何人都可以參選 任何人都有機會去勝出 但是如果你用這個作為一個民主的基準 那不好意思 很多國家的民主制度 所產生出來的客觀結果 就絕對不是這樣的一回事 好 我們就繼續問問其他東西 其實一個民主的原則 就是我們大眾去理解的東西就是 民主就是不讓一個人獨大 希望越來越多人有權出來以政的話 應該都是最理想化的 正如套戲去到尾段的時候 任達華就約了梁家輝 去釣魚 然後梁家輝的大點角色就說 不如我們搞個雙辦事出來 兩個坐館 我們處理我們自投的事務的時候 那便會更加方便快捷 那不是只有一個想法 我都可以幫你一起想一份 理論上是更加民主的 但最後結果就找一個石頭鏗的角度 即是跟我爭權 實際Dominic你又會怎樣看這件事 你覺得權力應該更加集中 還是分散投資 我覺得權力集中和一個制衡 當然我們如果說政制發展來說 一定有一個制衡性 但我不相信有些人說集體領導 集體領導即是沒有領導 集體領導即是沒有人民集 為何我們要選擇一個人出來 去領導一個組織或一個地方 就是因為希望透過這個人的領導能力 可以領導到這個地方去繁榮 所以當你把這個權責分開的話 其實在承擔在責任上 就真的不知怎樣去繁榮 你都是比較同意文責制多些 一人做善一人當 當然 你說在民主制度裏面 我們都很多時看到一些所謂三權分立 都覺得你一人獨大 就不可以的 但是要有一些不同的機構 不同的制度可以制衡 這個就是民主的其中一部份 因為民主本身自己 是沒有一個必然的制衡性 譬如我們都見到 如果一些國家是沒有 就這個總統的任期 即是多少屆 你可以做多少屆 遮一個限的話 其實都有機會 即使在民主制度之下 有機會出現千秋萬世的局面 明白 但是現在帶起所有事情 就是題外話 我們現在香港有一個聯盟 叫做真普選聯盟 其實就是 籠落了泛民的各黨派 除了民主黨之下 之前都有的 不是 其實這樣的做事辦法 反而不是挺好 雖然不能說一個人獨大 但他們都加上那麼多人在一起 大家各有千秋 聚在一起去議政 那不是解決了問題嗎 其實要成為一個組織 或是一個聯盟的一些成員 最重要是有一個共同目標 以及有一個共同的理想 但譬如拿真普聯作為一個例子 當你有一些成員 認為有另外一些成員 是騎劫了整個組織 令到根本大家的目標都不是一致 大家也不是同路人 大家如何合作下去 這個很基本 其實任何的組織都要 大家找個共通點出來 才可以 撐得在一起 Dominic暗示 在這個聯盟裡面 有人會針名逐利 我覺得有很多從政團體說 將追求的理念擺到最高 有一些可能以自身團體的利益擺得高一點 難免會出現一些分裂的條件或狀況 正如我最近讀書 課堂上那位老師去評價真普聯的時候 都是這樣的評價 老實說 其實搞一個聯盟出來 聽起來很有氣勢 但當他實際去執行做事的時候 其實因為太多山頭主義在這裏 結果真的令到搞手一夜八發的會 我們看看鄭宇常就知道 他不是一夜的 一向八發 我們現在休息一會 回來下半部份繼續討論 有選新界辦事, 大家怎麼想? 我也是喜歡做生意的 以後過來觀光旅遊我們歡迎 做生意, 不行 既是鴻門兄弟 應該以何為困理? 我也可以躺 我也可以愛管 是不是我尋到了 什麼也可以的? 你的傷心是一個聲音 為什麼要回家裡算了? 我和阿公做了很多事 我要做辦事 我應該說你們神童廣大 還是應該要害怕 不是不是讓你們生存 但是要視乎而至 欢迎观众回到第二部份 我们继续讨论与Dominion 话说剧情在第一集 其中一段是讲古天乐的角色 去探讨一个宿虎辈 这个宿虎辈曾经风光 现在最后坐着轮椅 好像衰点等死的状态 跟Jimmy说 你出来行走江湖 要么就做到最大 要不然就快点离开 就是电影对白 其实我觉得它很有含义 对应 其实从政是很多人的心愿 有些人像Dominion 一读完诗 第一份工作就是从政 有些人 其实更大部份的人 都是在社会上 在自己的事业上 已经是 已经事业有成了 我们说的三餐无休 但可能还有一股热脱在 想着改变这个社会 开始去参政 但是我们经常都说 其实从政是一个很大的风险 人生是要投资很多东西 因为是一个很残酷的圈子 Dominion你怎样看这件事 你究竟是觉得不是的 其实从政都真的可以去实践你的理想 还是你会觉得其实真的很残酷 首先我又不是全职从政 这是第二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我不是刚刚一毕业 就加入自由党 因为我大学的时候自己创业 其实我一直回到香港之后 一直都搞生意 直到大概2009年的时候 我才加入自由党 其实现在香港 我想从政来说 有几个大的难题 第一个就是 薪酬的问题 其实如果在香港你要做一个 全职的从政者 其实我想其中一个最大的困难 就是收入不是很高 不要说立法会员 大部分人可以做得到 就是你区议员是一个 大部分人都可以 觉得他可以追求到的目标 其实他们的薪金 其实现在是27,000左右 27,000就不是很少 但是如果要养妻活矣 要养妻活矣 其实就 尤其是香港流价那么贵 其实就不是一个很高的人工 而且你也知道从政 就是说你有很大 就是说你不是永远都会赢 就是你有落选的风险 你落选了之后 你有什么的工作期能 去做其他的工作呢 这些也是一些从政者 需要自己考虑的事情 所以其实在香港 做一个全职的从政者 其实是困难的 当然这个涉及一个风险 就是说我都留意到 你刚才说到那个 就是那个 如果失败也有怎样的问题 我就留意到很多全职的区议员 所以在一些选举 或者地区工作那里 他们真的寸土不让 就是他们当你这一件事 成为了你自己及你 绝团队的一个饭票的时候 基本上你不择手段 都要夺取这个议席 做街坊生意而已 那也要不择手段 是的 你看到很恐怖的 有些全职的议员 做些事情你都很认识的 我说回一个大例子 就算你经济不是有问题的一个 就像海宇选区 Judy 陈嘉佩 新闻党那一个 理论上都是成王败寇 谁赢了谁赢了 但到今时今晚都不停被人追击 所以政治有一个对抗性 因为这个政治游戏 与生意有点不同 生意譬如你付出了七分努力 就算浪返七分的回报 你也可能有三分回报 或者两分回报 但政治这种就是 Winner takes all 是0-0 game 即是说你就算你很高票也好 你就算你输对手一票也好 你就算你输了 所以这个制度 令到很多从政者 其实生活在一个竞争性很大的社会 即是很公理很现实很残酷 就像一部电影 你选不了办事也不知道怎么办 我相信很欺负社会 最少你不用死 在香港的例子你不用死 但我相信如果政治来说 是很多比较落后一点的国家 甚至是一些先进一点的国家 当你真的有权的时候 你也见到美国有总统被人暗杀 台湾也有一些枪击事件 当你真的涉及 其实香港的从政者 是很幸运的 因为香港的从政者 就算是立法会议员 根本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权力 当你涉及一些真正的权力的时候 譬如你见到内地 美国 那些 你真的可以有杀身之王 明白明白 我们就没放到另一条问题 其实电影中有一个很经典的对白 就是来自乐哥 任达华的角色 和Jimmy 古天乐的角色 他说时代不同 什么都是说生意 没有说谁不妥 其实我觉得这句对白 有很暗喻 也想看看Dominic 你怎样看这件事 如果只要我们有共同利益 我们就算不同政见也好 应不应该坐在一起去做事呢 有些人说 我认识的身边一些人 就会说 我们是敌我分明的 因为我是建制 你是泛民 我们就不应该坐在一起 但第一说你会说不是 主要那件事是对的话 我们无论什么背景也好 应该都有合作的空间 其实我觉得这句说话 就是政治没有永远的朋友 也没有永远的敌人 我想其实体现到这件事 最多就不是建制和泛民 反而是激进民主派和温和民主派 这方面更加可以见到的问题 就是说这么多年来 其实他们一直在争取民主 其实路线上的分别不大 只不过是可能手法上 或者是部署上面 或者是如何做的方面 是有少许分歧 但是也导致这么多的追击活动 这么多的争户 甚至很多人告诉我 他们之间的一些仇恨 比建制和泛民深厚很多 所以其实去了解这个问题就是说 原来在这个政治的环境里面 根本就是大家都在想自己的目标的时候 我自己觉得应该是 以一个共同的目标去做 这个其实我们建制派做得不错的 就是我们最少在一些大的方针上 不会有一些很重大的分歧 也不见到我们建制派里面有一些很严重的追击行动 但是反而见到民主派里面 他们的追击行动到现在 都还未能找到一个出路 当年你改完买花赞花香 我有盆花在你面前 我给你一分钟给我设计一盆花 我们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让我再问一条问题 在黑社会逐集《以和为归》 有一个角色叫做石虎厅长 是游勇去饰演的 他里面说了一句对白 就是说爱国这件事 因为Jimmy在逐集的时候 想去进军大陆市场做生意 但是这个副厅长就不让他 理由就是说 因为你不爱国所以我不让你 Jimmy就说 黑社会都可以爱国 这些是很经典的对白 这几年我经常都听人说这句 Dominion 你又会怎样看呢 爱国是否等于听政府的话 跟着政府的施政就好 代表我们徹底的亲建制 亲建制在你个人立场来看 你会怎样看呢 你是顶着很多人的压力 不要说你身边 假设你说你也是做生意 可能很多朋友跟你的政见是不同的 但是他眼见你这么亲自由党 这么亲政府的话 你会怎样看呢 其实有任何的政见 你都在你自己生活圈子也好 或者你在生意上 都可能面对一些不同的人的政见 我觉得这个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关系 至于你说爱国这个字 我想其实最深层次的一个演绎就是说 如果你是爱国的话 你希望这个国家 是一直可以发展的话 那你这个大的 原则就是要和平 如果是很动荡 很多暴乱的话 其实一个国家是没办法 是可以发展向前 即是怎样都好 所以你说爱国 代不代表和国家利益 我觉得这是一致 你觉得最重要是国家利益为重 如果国家利益为重 其实和市民的利益应该是一致 因为国家的组成就是市民 去共同组成 就像董建华当年的名句 中国好就是香港好 香港好就是大家好 好的 节目到此刻都差不多了 在此我再次代表 我们在这边的电视 及川西流 非常感谢 Dominic的今晚大驾光临 我们乾杯 多谢 我都祝福Dominic的工作 继续事事顺利 生活继续愉快 差不多了 希望下次见到各位观众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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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